吴女士家住万家花城 2月14号跟58到家平台签了服务合同 商家信息是杭州喜阁家政府有限公司 服务期一年服务费7400块钱 其中首次匹配服务费2200块钱 阿姨每月工资7000块钱 对方先介绍的两个阿姨自己都不太满意 第三位系阿姨坐了一个月左右 4月初说是家里有事要回老家 那我就认为他们的服务不到位 想给这个中介解除服务的合同 然后中介就拿一个虚假的录音 跟我说阿姨说她跟我要接私单 这是不存在的一个内容 就是她录音是 他们可能是随便找了一个其他人 然后冒充我们家上一个阿姨 说阿姨还在我家坐 但是其实我们家上一户阿姨 她都已经回老家了 就是已经不在杭州了 吴女士在服务合同上是甲方 乙方是上户的阿姨 并方是58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她说在平台上付了7400块钱服务费 和阿姨第一个月的工资7000块钱 4月8号在线上申请退款后 平台客服说接到了喜格家政提供的一段录音 诶 你好 诶 你好 诶 是谢方方谢阿姨吗 对的 我是听人到家的 你这个工作做好了吗 我在那个 我在工作呀我现在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 我在万江花城的 之前那个客户回老家了 所以吗 我这几天让我回去再工作的 嗯 这样是吧 好的好的好的 不好意思啊 拜拜 就觉得这个录音特别的假啊 就是声音包括口音 都完全不是我们上一户阿姨的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谢阿姨 她说自己4月9号 已经坐飞机回了贵阳 有机票的照片 我在老家我怎么给他服务 过段时间也不来了 不来 现在因为疫情那么严重 我也出不去了 就那段录音你听了吗 那个录音是我没有接到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我没有说我正在上班 那个录音是不是你啊 不是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吴女士觉得杭州喜格家政 伪造了录音 希望对方能对此做出解释 并且配合自己拿回服务费 杭州喜格家政一位杨经理 在电话里回应 吴女士之前用了公司的阿姨 后面提出终止服务 在平台上提退款 他们找其他相熟的公司 找阿姨核实了情况 等我回到公司以后 我再把别的录音放出来给你听 然后呢咱们把口罩都摘掉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 然后把视频拍下来 放到网上去让大家看看 任任到底哪个人是人是鬼 可以吗 然后然后这个中介服务费 你以伪造的录音为由 不给我这个中介服务费拖着 我只能去追溯平台 让平台给你尽快退掉 好吧 媒体我跟你说一下 客户昨天跟我说 他在别的公司又签了合同 我跟他说 你在别的公司提供了 你签了合同 你给我看一下 对吧 那如果你确实是找了 那可能是我们这边销售也好 阿姨沟通也好 存在失误 你别的公司的合同提供一下 我们看一眼 对不对 吴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去年跟另一家家政公司 签了合同 现在还在合同期 最近这家公司 已经派阿姨上门服务了 杨经理说 手上有很多段证明 自己签私单的录音 她很想听一听 客户能付钱吗 钱付掉以后 我们什么都能处理 对 阿姨工资先给我付掉 好吧 别的我觉得就没有 没有必要再扯什么了 正常情况下 如果说阿姨下户 两种结算 线下结算 线上结算 线下结算 发给公司 公司发给阿姨 线上结算 平台上面直接给阿姨结算过去 杨经理告诉记者 上门服务的三位阿姨 第一位和第三位阿姨的工资 吴女士还没有结清 吴女士回应 自己不信任杭州洗隔家政了 不会把阿姨的工资 转给对方 签约的时候 付了7000块钱 用于支付阿姨工资 而第三位阿姨的工资中 有4300多块钱 是自己微信转账的 所以平台上的7000块钱 还剩2900多块钱 正好可以用来支付剩余的工资 几号她提出退款 退款成功 一般的话一到两个工作日 就算到那一天为止 我是4月8号提出的退款 但你们帮我驳回来 然后 因为为什么要驳回呢 对吧 因为你跟阿姨约好了 又要去你家做呀 吴女士说 自己4月8号提出退服务费 当时可以退4300多块钱 如果按照4月18号来退 费用就变成了3900块钱 这矛盾点还是出在洗隔家政 说自己接私单上面 因为觉得被诬陷 她把情况反映给了58到家平台 希望能够拿回全部的服务费 目前58到家方面正在对事情进行了解 要不要把黄金眼气助报道 58到家方面表示 吴女士终止合同后 与阿姨结算好工资 平台在扣除首次匹配服务费 和产生的售后服务费之后 会进行退款 至于吴女士认为服务商伪造录音 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吴女士后来反馈 她和平台沟通后 对方同意按照4月8号申请退款 来结算费用 自己拿回了7250块钱 包含4300多的服务费 和2900多的剩余劳务报酬 不同 1013 12 感谢观看